苦力怕不會燃燒 苦力怕在追你 有嗎 有 他們在追你 他綠綠的 喔 那那個 那個你不要亂碰他 他是高等魔物 欸 欸 你這樣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這麼簡單啊 HELLO 狗羹朋友大家好 我是三尾呆犬 今天我們來進行 今天開始之前呢 我要先幫你換上 新的皮膚 會看到一張圖片 你把它下載下來 欸 有了 那你有了之後呢 你把它上傳上去 欸 有了 可是好 好怪喔 你把你的畫面截圖給我看一下 喔 對啊 那那是你的Skin沒有錯 對 那是你的Skin沒有錯 這是你選的Skin啊 不是啊 怎麼他媽像個異形啊 因為他是幫你畫兩層的Skin啊 所以 你看到你好像是沒有眉毛的樣子 但是等你進去之後 你就會有眉毛了 你還會有地中海兔 你現在看F5的話 你可以看到自己長什麼樣子 你也可以再按一次F5 就會看到自己的正面 呵呵 XX你啊 為什麼 為什麼是XX你啊 這不是你選的Skin嗎 蛤 我的眉毛還一邊高一邊 那很翹啊 很性感不是嗎 這不是你要的嗎 我上次結束之後 稍微觀察了一下這座島 這座島其實還蠻小的 蠻不適合我們生存的 所以我要帶你到更大的島去 走啊 那接下來呢 我要用比較快的方式帶你過去 所以 你就坐在這隻豬上面吧 欸 你知道怎麼坐到那隻豬上面 好 那我們要開始移動了 沒關係 不用下去 喔 不用下去 你要坐在這隻豬上面 我要把你帶到新的島嶼去 欸 你不要坐他 這畫面真的超悲氣的 耶 六拆先生時間 我要把你從很高空的地方墜落下來 然後你不能把這隻豬殺死 不然的話你等下你會死掉 好 耶 欸 欸 欸 幹 幹 欸 你為什麼會死 欸 不是 騎在豬上面不會死了嗎 喔 對不起 是我的錯 是我的書師 是我的書師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是我的錯 是我的錯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 我們要在夜晚前 先把你 這邊的地表都插亮 這樣晚上的時候比較不會生怪 你會比較好生存 那在開始插亮這個地方之前 你身上應該還有鐵吧對不對 鐵定一個 鐵定一個就好了 那你身上還有更多的木材嗎 木材 64個 64個 和 64個 那絕對夠了 我先教你上一次 我們沒有做出來的盾牌 有盾牌之後 你可以 進行防守 這樣子怪物攻擊你的時候 你就可以格打 不受到傷害 小孩子才防守 欸 居然嗎 但是你還是做一下 我覺得你需要 盾牌你可以把它放在副手 你把它放在副手的方式 你可以按住F 它就可以切換到副手上 按住F 對 F 對 好 你按按 按一次就可以 按一次就可以 然後你就會發現 你那個 欄位的 最左邊 會多出一個盾牌 那是你副手的道具 把東西插到地板上的話 你需要 對地板按右鍵 跟放式方塊一樣 對對對 欸對對對 好那我先 呃 不需要插的那麼密集啊 練成陣 可以練成陣 距離 五六格才插一個火把 這樣子火把才不會消耗的太多 呃 你把火把插在水裡面的話沒有用 水裡面我們先暫時不用插火把 然後你背後有一隻殭屍過來囉 還有 在背後 喔 操 你先把這附近盡量的插滿火把 這樣子才會 讓他們不會生怪 然後小心苦力怕喔 記得上次那個苦力怕嗎 它會爆炸喔 那有苦力怕 有有 你背後 你背後 你插太多的話 你火把速度就會消耗得很快 沒事 我還有一百多根 好 那盡量插盡量插 把這附近都插亮一點 這樣子就比較不容易生怪了 欸呦 一袋 一袋 欸 弓箭手要把它解決掉 不然他會一直遠距離攻擊你了 沒事 我走位 可以可以可以 你走位 走位也是一種閃避的方法 哎呦哦 我的媽媽 記得記得你的血量喔 欸一袋 注意你的血量喔 很多骷弓喔 哎呀 幹 盡量的在夜晚來臨之前把附近的火把擦乾淨一點 這樣子他們就不會生怪了 不需要擦很密集啊 你是這麼喜歡做烈純勝是不是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好多啊 很多很多火把 把這附近擦滿滿 蜘蛛在早上的時候是不會進行主動攻擊 但是如果你攻擊他的話 他就會進行攻擊了 吃我火把 還是用劍跟斧頭攻擊會比較痛啊 他重屬性的不是會 踏火嗎 呃這個 這個世界沒有那方面的物理邏輯 這世界大部分的生物其實都怕火 但是你現在沒有火屬性的攻擊手段 火把不算火屬性的攻擊手段 minecraft沒有那麼有邏輯 島上這些死掉的怪物 他們也是會有掉落物 像這些斧肉啊 骨頭跟箭矢 你可以撿起來做回收 把這島上都擦滿著火把 這樣子 生存起來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你怎麼不怕失火 火把不會失火 這個沒有沒有那個問題 吃我烤魯豬啦 欸 然後你背後有一隻殭屍 我要小心 我做昏劍 不怕 不怕 那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